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知道 我是李怡峰 吸引我的就是他很经典 然后具有探索的精神 选择经典的吧 那比较复古一些的 我觉得是经典吧 一个传承的关系吧 当你创新完了变成经典了 它就经典了 我就是不断地在创新一个叫李怡峰的成为经典 大的人 在生活当中也不一定能够经常见到隐藏在幕后真正的巨星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去留一个照片作为纪念 你们工资是多少啊 总觉得好像就是在一段时间就是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些感受 然后到后面都会过去 然后在一个新的阶段你又会遇到那个阶段你觉得相对于难熬的时间段 到了这个阶段再往回去看 我也觉得不太不太那么难啊 其实有时候就是被这个事情或者是一个情绪被牵着走 然后过了一些时间过后你会其实就慢慢的就会好一些 认认真真的学一些乐器啊什么之类的 他好像没有什么我值得我交换的 他肯定生气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很很很争强好胜的一个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性格我觉得挺好的 对 身高吧 然后把身高给我 从小没有一直看着他们长大的 然后现在觉得哇真的是不得了了不得 我带来很多好处啊 就像今天我坐在这儿可以接受采访 那如果没有靠他们的优良的基因 我也很难有那么多人喜欢我 千万不能这么说 万一哪作品蛇了 不是我就就完了吗 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不足 特别是在电影方面至少再有两三部 大家真正会喜欢的作品我觉得才能说会演戏吧 这种断我财路的秘密就不要说了吧 爱与美好其实就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 真正的去享受平淡的生活 然后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家人在一起 最近有两个人他们都过生日 他们也没告诉我 虽然是生日但是也没关系 该工作该工作该怎么怎么怎么 我觉得挺美好的 我可以 我可以 就是他牛呗 就是他牛呗 我可以 是不是 要是再不减肥 所以可能以后买门票你都得买两张了 就是坚持 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工作人员 就是天天都喊着减肥 你看喊得最凶的那一个就是最胖的 胖的那一个就是喊得最厉害的那一个 很谢谢你们很不好意思 希望下一次你们能够上好闹钟 或者把你们家的网速调快一点 我一般都不怼他们 我这么好的人 我怎么会怼他们 对 等一下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 一府时尚与你分享所有爱与美好